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英雄联盟 联名定制款 和之前的显示器有意义点不一样 英雄联盟是在2011年推出的游戏 到现在已经有11年了 应该有很多玩家都玩过了 我也玩了好几年 再看视频的朋友有没有玩过英雄联盟呢 有的话能不能先给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呢 英雄联盟应该是目前电竞游戏的标杆了 明年也是杭州亚运会 英雄联盟也是竞技项目之一哦 这台爱工AG275QXL是27英寸的液晶显示屏 边框和底座融入了很多游戏同款的纹理和色彩的元素 开机画面是英雄联盟和AG1的联合画面 而且有专属的音效 开机的感觉就很帅吧 显示器背面我觉得更好看了 支架和背面图案都很犀利 它背面这里有一个异形的RGB灯条 这个灯光呢是可以跟底座联动的 底座部分呢是私印的海克斯科技同款纹理 它这个灯光呢叫做爱工LifeX炫彩氛围灯 可以跟英雄联盟的游戏深度联动 比如说你击杀拿一血 杀掉霞虎先锋之类的都有不同的灯效哦 显示器有附送一个英雄联盟人机控制键 这个配件可以控制底部的灯效 也有快速切换自定义游戏模式 快速调整显示器的功能 接口方面呢配置是比较多的 HDMI2.0和DP1.4口各给了两个 另外内置了扬声器 两个5W的扬声单元 显示器的基本指标呢我放在屏幕上啦 首先2K分辨率170Hz 高刷讯的IPS显示技术面板 应该来说是目前比较适合游戏的显示器了 支持HDR有Visa DisplayHDR400认真 玩一些支持HDR的游戏显示效果会更好 另外显示的角度比较大 色域达到了94% DCI-P3 我们测试的SRGB色域覆盖率是100% 出厂时每一台显示器都进行了色彩校准 符合DATA一小于二的色彩平均指标 按这个指标来说 这个显示器其实可以达到一般设计绘图 视频剪辑用的要求的 你用来办公做设计 色彩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也可以用 既然是电竞游戏显示器 当然也会有一些针对于游戏的功能和技术 这台显示器支持英伟达的G-SYNC和Adapti-SYNC 在Adapti-SYNC的模式下 会默认开启低输入延迟功能 还有MVR低运动模糊 画面撕裂感和运动模糊控制会比较好 支持动态色彩增强技术和DCR高动态对比度 在菜单里除了有英雄联盟游戏模式 还有好几个游戏模式 你也可以设置两个自定的模式 并且能通过这个人机控制器来进行快速切换 画面可以调节的选项是很多的 暗场控制主要是增强游戏的暗部亮度 让大家比较容易发现暗部的敌人 屏幕辅助方面有FPS 设计游戏里比较好用的屏幕准心 还有真技术器 显示屏幕实时刷新率 另外一些特征还有不闪屏 这是DC直流的背光技术屏幕 也有低蓝光、节能模式等等 从功能上来说真的很丰富 该有的功能和技术都有了 AG275QXL竟然适合英雄联盟深度定制 既然是深度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吧 首先要装一个显示器驱动软件 还可以装一个G-Menu软件 你可以用鼠标控制显示器设置 就不用按照机身上的OSD菜单控制键了 装好了自动扫描显示器 识别游戏 就可以将游戏里的事件 临通英雄联盟LifeX Sync灯效了 在游戏里会有不同的事件 就有不同的灯效 这个是挺有氛围感的哦 当击杀的时候它的灯效就会变成这样 摧毁水晶的时候呢是会变成这样的灯效 这样的灯效效果就感觉非常有意思 英雄联盟的老玩家应该也会比较喜欢 其实我觉得它对于英雄联盟的玩家来说 比较实在的是它这个预设的英雄联盟模式 我开个人机模式给大家看看 然后对比其他品牌的显示器 可以看到这个爱工显示器 在英雄联盟的模式下 色彩对比度和暗部的细节都会更舒服一点 我旁边这台呢其实也是很不错的游戏显示器 按道理来说能调出相近的显示效果 但是你不懂显示器设置的人 真的很难调好这个显示器画面到理想状态 所以这个联名款的AG275QSL 有这个预设对于英雄联盟玩家就方便多了 一键就可以进入到英雄联盟模式 可以达到理想的状态开打 并配合这个英雄联盟NetFX的灯效 非常nice 不知道我的观众里面有没有玩 英雄联盟很多年的玩家吗 我也算半个菜鸟老玩家了吧 我唯一的感慨就是这个显示器 为什么不早一点出来 它在价格方面 比相近规格的电竞显示器略高一点 到手价大概是2900左右 但对于英雄联盟的玩家来说 这个显示器或许就是大家对于所热爱的游戏 一个很好的表达吧 我本来今年很少玩英雄联盟的 但最近用到这个显示器之后 又开始重新玩英雄联盟了 你对于这个显示器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多多留言讨论 也可以讨论英雄联盟 说不定大家可以认识一下哦 交个朋友一起开黑马 好啦今天的视频很长了 我是舒瓦工厂的乌烟 记得关注我们的账号 视频就录到这里 我去玩游戏咯 拜拜